水果作为我们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不但美味可口,还富含各种营养素,对我们的健康有着诸多好处。 在众多水果当中,有些因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功效而被称作长寿水果,以下是十大长寿水果排行榜,它们各有特色,对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。 第十名,紫葡萄。紫葡萄是一种营养丰富,且具有多种保健功效的水果,其类黄酮等物质对心脏有着显著的保护作用,能够维护心血管的健康。 紫葡萄的种子,果皮,果肉都各有其利用价值,种子可提炼出预防心脑血管病变的保健元素。 果皮能提炼出优质食用色素,果肉可用于生产葡萄汁或酿制葡萄酒。 残渣更是优质的有机肥料,可谓浑身是饱。 紫葡萄的主要功效包括缓解低血糖症状,因为葡萄中的糖主要是葡萄糖,能迅速被人体吸收。 对于低血糖患者而言,是快速补充能量的良好选择,它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病,葡萄中的某些成分能够阻止血栓形成,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,并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,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起到一定作用。 此外,紫葡萄中的类黄酮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,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,起到抗衰老的作用。 第九名,葡萄柚。葡萄柚是一种极预防疾病,保健于美容于一身的水果,它含有丰富的甲元素而几乎不含啊,这对于高血压。 心脏病和肾脏病患者来说极为有益。此外,葡萄柚还含有能够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天然果胶,以及宝贵的天然维生素P和丰富的维生素C。 葡萄柚的主要功效包括治疗高血压及肾脏病。由于其富含钾而几乎不含啊,成为了高血压。 心脏病和肾脏病患者的理想食疗水果,它还能预防心脏病。葡萄柚中的果胶成分能够降低低密肚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,减轻动脉血管壁的损伤,从而维护血管功能,预防心脏病的发生。 第八名,月菊。月菊这种小小的果实蕴含着巨大的营养和健康价值,其果汁中富含大量的多酚、类黄酮物质。 这些物质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病毒作用。 对于维护人体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对于慢性乙肝患者来说,月菊是改善病情的良方,经常饮用月菊之可以明显缓解乙肝症状,帮助患者恢复健康。 此外,月菊中的抗氧化剂含量超越了许多水果和蔬菜,尤其是其中的花青素成分,对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治疗具有显著的辅助作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月菊还能有效防止大肠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,从而预防尿道炎的发生。 它对于毛细血管的柔韧性也有着积极的影响,能够促进血管的膨胀和伸缩性,防止血管破裂。 月菊被赞誉为循环系统里的毛细血管的修理工,这得益于它提供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使血管硬化的自由基。 从而预防动脉硬化,不仅如此,月菊还能强化身体各个器官组织中的毛细血管,预防各部器官血管病,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 第七名,甜瓜。甜瓜是夏季的食令加果,不仅口感甜美,而且营养丰富,它富含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,胡萝卜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是补充维生素的理想食品。 甜瓜具有清暑热,解凡渴的功效,在炎炎夏日,一颗清甜可口的甜瓜能够迅速消暑清热,生津解渴,帮助我们度过难熬的酷暑。 此外,甜瓜中还含有转化酶,这种酶能够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,有助于肾脏病人吸收营养,因此甜瓜对于肾病患者来说是一种既美味又健康的食品。 第六名,蓝莓。蓝莓这一小小的紫色果实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功效。 它除了含有常规的糖、酸和维生素C外,还富含维生素E、维生素B以及超氧化物脐化酶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成分。 此外,蓝莓还富含雄果肝、蛋白质、花青肝和食用纤维以及钾、铁、钦、钙等矿物质元素,其营养价值远高于其他水果。 蓝莓中的花青素成分具有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子质再生的作用,从而有助于保护眼睛,增强视力,对于预防重度近视及视网膜玻璃等眼部疾病具有显著效果。 同时,蓝莓作为一种高纤维食品,含有的钾元素有助于维持体内的液体平衡。 保持正常的血压及心脏功能,进而增强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。 蓝莓的美味与营养并存,适量食用蓝莓不仅可以满足味蕾的享受,更能为身体带来诸多益处。 第五名,樱桃。 樱桃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,这一美玉源于其非凡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。 樱桃含铁量较高,比苹果高出20-30倍,是补血佳品。 此外,樱桃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维生素B、C以及钾、钙、磷、铁等矿物质,热量低且纤维含量高,尤其是维生素A的含量比葡萄高出4倍,维生素C的含量也颇为丰富。 樱桃不仅美味可口,而且具有多种健康功效。 首先,樱桃的含铁量高,有助于补充体内铁元素的需求,促进血红蛋白再生,从而防治缺铁性贫血,增强体质,健脑抑制。 其次,樱桃还具有防治麻疹的作用,麻疹流行时给小儿饮用樱桃汁,能够预防感染。 此外,樱桃性温热,兼具补中益气,驱风除湿的功效,对风湿腰腿疼痛有良效。 樱桃树根还具有很强的驱虫、杀虫作用,可驱杀回虫、挠虫、掏虫等。 樱桃,无论是作为水果,直接食用,还是用于制作各种美食和饮品,樱桃都能为我们带来健康与美味的享受。 第四名,黑莓。黑莓这种深色的果实不仅美味,而且营养极为丰富,堪称健康的宝库。 它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各类氨基酸和微量元素。 这些物质在维护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黑莓的抗癌功效尤为突出,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素,这是一种具有显著抗氧化作用的物质。 花青素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,对于预防和治疗皮肤癌、肺癌等多种癌症具有积极的效果。 此外,黑莓还是保护眼睛的佳品,它含有的液黄素物质能够预防眼睛视网膜斑点的形成,从而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,有助于维护视力健康。 对于骨骼健康而言,黑莓同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食物,它含有的猛元素对于骨髓的生长至关重要。 适量食用黑莓有助于强壮骨骼,预防骨质疏松等骨骼疾病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黑莓还能提高人体的抵抗力,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,降低血压。 同时还能补充铁质,减少贫穴的发生几率。 第三名,香蕉。 香蕉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水果,它不仅口感香甜,而且营养价值极高。 香蕉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、膳食纤维以及磷、钾、维生素和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素。 这些物质共同构成了香蕉独特的营养体系。 香蕉是一种快速的能量来源,运动员在上场前常选择食用香蕉来补充能量。 这是因为香蕉的糖分可以迅速转化为葡萄糖,被人体吸收利用,为身体提供及时的能量支持。 香蕉还具有保护胃粘膜的作用,它能够缓和胃酸的刺激,对于缓解胃部不适。 预防胃溃疡等胃部疾病具有一定的效果,香蕉还是降低血压的佳品。 它含有的甲元素对内具有抑制作用,适量食用香蕉有助于降低血压,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研究显示,每天食用两根香蕉可以有效降低血压水平。 香蕉还具有润肠道的作用,它内含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及果胶。 这种物质有助于促进消化,调整肠胃机能,缓解便秘等肠道问题。 第二名,杏。 杏这种甜美可口的水果不仅味美,更富含丰富的营养价值。 它含有碳水化合物,钾,维生素,维生素P,柠檬蒜,蕃茄厅等多种营养成分, 为人体提供了多方面的健康益处,为成熟的性果实中含有较多的类黄酮。 这种物质对于预防心脏病和减少心肌梗死的作用不容忽视。 通过适量食用性,我们可以为心脏健康筑起一道防线。 其次,性还具有抗癌的潜力,性人中富含的维生素B17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抗癌物质。 更神奇的是,它只针对癌细胞产生杀灭作用,对健康细胞则无任何毒害, 这使得性成为了一种理想的抗癌食品。 此外,性还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,苦性人能够止咳平喘, 润肠通便,对于治疗肺病,咳嗽等疾病有着良好的辅助效果。 在秋冬季节适量,食用性或性人,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因干燥气候引起的咳嗽问题。 第一名,沙吉。 沙吉这种神奇的植物早已在多个国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 在日本,它被誉为长寿果。 在俄罗斯,它被称为第二人参。 在美国,它更是被尊称为生命能源。 而在我国,沙吉也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而备受推崇。 沙吉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。 得益于它所含有的丰富营养成分。 据研究,沙吉中含有428种营养成分和19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。 这使得它成为了一种极具发展前途的营养。 保健及医药植物,沙吉中的维生素C含量极高,被誉为维C之网。 维生素C对于增强免疫力,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,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年轻的肌肤。 同时,沙吉中的黄酮类物质也具有抗氧化、抗炎等多种生物活性。 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,癌症等慢性疾病具有积极的意义。 沙吉凭借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水果之王。 在日常饮食中,我们可以适量食用沙吉或相关产品,以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。 建议中老年人,无论有钱没钱,五样水果多吃点。 身体好似各宝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会不如年轻时那般健壮。 如今五十岁虽年过半百,但仍处于中年阶段,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。 五十岁时走路还能健步如飞,要趁年轻抓住青春的尾巴。 多吃一些美味营养的食物,多保养身体,让自己一直处于精神焕发的状态。 年龄过了五十岁,建议无论有钱没钱,都要多吃五样水果。 营养美味又健康,身体好似各宝,人人都喜欢。 一、蓝莓,蓝莓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,里面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 蓝莓里面含有的虾青素对视力特别好。 不仅仅是小孩子要多吃,中老年人也要多吃些。 推荐食谱蓝莓蒸雪梨。 食材,蓝莓,雪梨,冰糖,做法。 一、把新鲜的蓝莓,清洗干净,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糊状。 二、准备一个雪梨,清洗干净,去掉皮,把中间的盒挖掉,然后放入蓝莓酱和冰糖,加入少许的纯净水,放入一个大碗中。 三、把雪梨放入蒸笼里面隔水蒸,冷水入锅,开大火,把水烧至沸腾,然后转到小火,继续蒸三十分钟,到时间之后关火取出,冷凉一些即可食用。 二、苹果,有句俗话说得好,日食一苹果,医生远离我,苹果含有的营养价值也很高。 老少皆宜,年龄大了很多人会出现便秘的问题,每天吃一个苹果,煮消化。 通便秘,使身体更好,推荐食谱,冰糖苹果汤,食材,苹果,枸杞,冰糖,百合,做法。 一、把苹果清洗干净,去掉盒,不用去皮,然后切成零,五厘米厚度的片。 二、在砂锅里面放入清水,放入三分之二的冷水,接着放入苹果,煮五分钟。 三、煮苹果的时间,把枸杞和百合清洗干净,用冷水浸泡,五分钟之后,把百合放入。 保持小火,继续煮二十分钟,然后放入冰糖和枸杞。 四、在煮五分钟之后,即可出锅,冷凉一些即可食用。 三、樱桃。樱桃又被称为美容果,常吃会使皮肤更加细腻红润,看上去气色好。 樱桃含有丰富的铁元素,是山楂的十三倍,苹果的二十倍,营养价值极高。 春天刚刚上市的樱桃,价格有点小贵。 无论有钱没钱,建议都吃点,别太心疼钱。 四、火龙果。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多吃有利于大便畅通。 火龙果含有丰富的花青素,可以改善血管弹性。 五、草莓。草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100克里面含有47毫克,比橙子的含量还要高。 春天正是草莓上市的好时节。 无论有钱没钱,都要多吃一些。 自制草莓酱。 食材。草莓。 柠檬。 冰糖。 盐。 面粉。 做法。 一、把草莓的梗蒂和叶子去掉,放入盆子中,加入清水,放入一勺盐,一勺面粉,浸泡五分钟,然后冲洗干净表面,控干水分备用。 二、用厨房用纸,把草莓表面的水分全部吸干,放入案板,上切成薄片,加入草莓五分之一量的白糖,腌制三十分钟。 三、放入砂锅中用小火去熬。 锅内冒白色蒸汽之后,挤入一些柠檬汁,继续熬至浓稠之后,即可出锅。